跑酷教練Search 從這頭調到那頭 易如反掌 狂然看了已經驚呼連連 但如果是以運動攝影機拍攝 俗稱第一人稱視野的影片 更具臨場感 跑酷業者表示 購入這樣的攝影器材 影片剪輯後 PO上臉書粉絲團 更能吸引目光 有的人會覺得 哇 那個有點可怕 但是他們 有的人會看到 我會說這個好像也可以 想要越越浴室 跑酷教練說 原本只是拿普通相機拍攝動作 但多了運動型攝影機的輔助 讓畫面更加精彩 課程詢問度也增加一到兩成 而且攝影機小而輕巧 背在胸前也不影響 動作執行的流暢度 你感覺如何 很好 我不知道怎麼看 但感覺不動 很舒服 對 同樣也大量使用運動攝影機的 非潛水業者莫屬 加上防水殼帶入海裡 無論是海裡世界美麗景色 或者是教練跟學員潛水自拍 都能記錄下來 影片上傳後 年增兩到三成學員來報名 我常常遇到大概十個裡面的 會有兩三個的客人 他們都會說 是因為看到朋友拍的影片很漂亮啊 或者是就是朋友有介紹說 看他出去玩 拍到很漂亮的影片 然後想要來體驗看看 運動攝影機配件多元 加上濾鏡就能把海中生態 原汁原味捕捉起來 加上自拍感 增加錄影範圍 未來市場可期 目前一年能創下 1500億元的驚人商機 無論是跑酷或潛水業者 都靠運動攝影機拍攝動感影片 充臉書點閱率 也達到亮眼的宣傳效果 記者林正彥 杜云傑 洪富人 屏東高雄綜合報導